勞努部真的有為勞工找獎嗎? 其實有的 社團上面許多人在問 如果你要學木工、要學CNC、要學製土 這些東西要去哪裡學呢? 話說你加入我們社團了嗎? 其實學習的方式大約有分三種 第一種就是像我們勾大郎的期間 去工廠拜師學藝 從學徒開始掃地開始做起 第二種就是看超認證的頻道 開始在家裡胡搞瞎搞DIY 然後慢慢做起來 第三種 花政府的資源、人民的工廠 來好好的學習 所以今天的主題是 台灣最大 實驗訓練場 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到台中工業區的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中章投分署 也就是以前人家所說的 中區執訓中心 在這裡有六個職群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所學校 它裡面有福利社啊 有操場啊 有許多的科系啊 所以在這邊可以是你的人生第二村 也是可以人生建設職業的一開始 那話不多說 今天就來教大家如何用政府的資源 好好的學習學習 Let's go 好我們來到第一場 電機電池舞 電機電池舞在幹嘛呢? 來請看一下這個深深遠遠的鏡頭 就如此浩大的廠房 我們可以現在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背後呢 只是在上面的小小的一個部分而已 那電機電池包含什麼樣的項目呢? 好比說 室內水電 工業配線 微晶片電子控制 太陽能光電器 冷凍空調 這些全部都是在這個廠房裡面 都能夠所謂學到的技術 那在我們遠遠的這一班呢 他們目前就是看起來就是在做一個配管的動作 然後 來啊來啊 簽啊 好謝謝 真的假的 乾簽唱會喔 那他們的水電班上課總共要花多久呢? 總共是900個小時 所以處理起來大概是6個月 你們這樣上課要花多少錢? 爽吧 然後電機電子鼓呢 你看他沿路他除了板金設備之外 他這邊還有完整的折床設備 然後裡面有一個焊接設備系統 尤其是你要像學一些就是 整個大廈當中的就是 配管裝置啊 或者是冷卻系統啊 然後你都能夠在 電機電子鼓裡面去學到 我們來看到一個 非常誇張的一個浮誇的裝置 你們看 這有沒有像是一種 室內裝置藝術的感覺 你以為勞動不就這麼簡單而已嗎? 他當然除了一些室內配管 然後呢 還有一些工業工程之外呢 如果你以後你要考台電 或者是你要去做一些 像現在最流行的離岸風電 都可以在這邊學到基本的技術 其實焊接呢是一個非常好的一種工作 而且在很多社團上面都是問我們說 到底他你要去哪裡學?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長長的工作台中 現在其實只剩下靈犀的幾個人 而這一班呢 其實通常要找到30個人 不過很常的時候 焊接班的並不會做到滿招 大家可以想像中 其實焊接是一個非常穩定 而且非常好的工作 而且他們在這邊用的設備 都是用ODC啊 都是用一些進口設備 是用非常棒的設備 然後再做教學的 而當大家想到說 焊接的缺工 如果它報名的人數比較少 都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以後這個工作 它是非常搶手的 大家都依照在傳統的焊接裡面的想像 都覺得焊接的工作 它是非常吵雜的 非常髒的 然後甚至護膝系統非常不好的 不過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很多設備商 甚至很多的器材 它都在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跟提升你的工作的慰安 它的這個技術學好了之後 你都不一定不一定 只是要一輩子做焊接工而已 你都可以利用這樣的焊接的技術 去做不一樣的板金開發 或者是原件的開發 甚至是一些工業製程上面的整合 當然大家也可以比較想像說 你的工作市場是在台灣 因為其實在歐美國家 甚至是在北歐國家 美國國家 其實在焊接的工作上面的薪水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有時候大家也可以去想像說 你可以到執政局來上完一個課 然後之後呢 變成是一個技術移民 或者是一個工作證的工作簽 它都可以讓你未來帶一個 我最很希望 好好學焊接 救救你未來 我們剛剛在漢街的實習工廠 一路走過來的時候 就到了汽車修護廠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這個分支圖 在汽車修護的這邊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有一些 像以前太舊的車子啊 或者是像以前就是 由政府退役下來的啊 還是一些就是 車商他們所贊助提供的車輛 都可以讓來這邊讓一些學生 去做訓練拆卸 然後跟一些修繕的動作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面 有不同年齡層的學生 不同年齡層的學生 你知道重點是什麼嗎 就是可以講不同時代的感望 環境很不錯 排風設備也很不錯 也非常通風 然後場地也非常的明亮 想當初如果以前我們 當學徒的時候 有這種環境多好 當然旁邊一路汽車完之後 就當然一定要有機車的啊 你看他們這邊使用的機械 所有設備 然後抽風跟 工具車 KINGTONY 你看他這個 哇 設備用這麼好 也會被養壞 以後長大出去之後怎麼工作 他們這些是學員自己買的嗎 還是 學員都買 我是捐贈 喔 廠商捐贈喔 對 這麼好 對 那我們幫他上LOGO上一秒 我們非常鼓勵廠商去 多多支持跟贊助 像這種資訊中心 跟學生要學習的東西 這樣 小時候用你們的東西 長大才會買啊對不對 然後呢 在機車修物的旁邊呢 旁邊這個就是 板桃啦 板漆 就是我們在上一集有教 撞凹的油箱啊 或者是撞凹的一些板筋啊 怎麼樣修復 然後他們現在是應該上到補土的部分 調漆間 調漆間有一個女同學她正在工作 她看起來好年輕喔 然後這個裡面她可以幫助你調漆啊 然後或者是 幫助你就是在做研磨的時候 那些粉塵激塵的 我們來帶大家看到就是很少人進來過的很好吃 然後在一般來說就是你可以讓你整台車直接開進來 然後就是全車烤漆的時候 那一進來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氧氣被抽走了 不是 你有沒有看到空氣循環就開始運作了 所以就可以保持裡面就是有一個非常乾淨的空氣 然後除了你身上帶上一些就是防護設備跟一些過濾系統之外 噴出去的氣體它也不會污染環境 它會直接收集起來然後過濾 哭吧 這我做的喜歡嗎 這你做的 真的假的 對 來木工怎麼樣看做的好不好 好請各位觀眾解釋 來就是看它 來就是看它 看它的這個結合素啊 會不會摸起來 對然後摸起來的那個 對 感覺是這樣 摸起來的手感 對 因為木工是一個非常吃工序的一種工法 所以你少掉一兩個工序都會讓它的細緻面會產生非常極大的影響 我會教大家怎麼看一個就是做的好的木工作品 就是當有一些人他會切的他的可能切掉的能力不是這麼好 他的精度做的不是這麼好 所以他在很多接合素上面然後都打上大量的膠 然後去利用一些木屑去硬去把它補起來 所以你看這位二十幾歲的小朋友 來大聲再說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張浩斑 有喜歡的女生要告白嗎 沒有沒有 真的喔還是你喜歡男生 而在設計製造谷裡面呢就是工業製圖它是一個專門專項的科系 也就是說在裡面你可以學到一些2D的AutoCAD啊或者是一些3D的建模啊 然後也可以幫助你就是使用一些CNC的工作流程啊 它其實都是由製圖這個項目然後拿去南瓜大象 如果當一個上班族的製圖的時候我就會讓老闆看到我的表現 各位同學不要再玩了 欸你誰啊 我是老師 你憑什麼可以當老師 因為我是國手 欸老師請 老師請 老師為什麼你們吊飾裡面還要後面一堆3D 因為一般我們早期在繪製圖面的時候 都會把圖形呢 繪製出來之後呈現是一張紙張的狀態 對 如果要把它真的變成是產品的東西 你還要去透過現場的加工 比如說我們的洗床啊 車床啊 甚至於是模具的製程 那3D鏈的機器的話呢 它就是堆點式的加工 對 我們又叫做加法加工 加法跟剪法 就是我把材料一層一層這樣疊上去 對 像我們的那個NC加工洗床加工 這種就是叫做減法加工 來 下課啦 好 像這種下課時間你都幹一些無聊的事情 對啊 因為看學生每次在自己那邊雙刀流在玩 所以自己來試著做一下跟人家不一樣的 來 現在很流很出息齁 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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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動 來 現在開始開箱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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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300有嗎 一刀一刀一刀有嗎 一刀一刀一刀你要算嗎 300300500 老師你真的熱愛動漫耶 這個送給你們 真的喔 那我們就拿來送給觀眾朋友 中間可以看我們的活動資訊 下面我們會教大家怎麼送 再次感謝我們國頭老師捐贈這個禮物 耶 好 下一關 其實我還蠻建議大家可以去中間轉職的 就是可以選擇一些你喜歡做的工作 你看有一些人他一路做到50歲60歲 然後回頭人生才發現說 幹 我以前做的工作根本就不是我喜歡的 所以既然就是政府有這樣子的資源 就是大家都可以利用中年轉職啊 或者是重新選擇你的第二個職業轉場 那講完勞工之後呢 那到底勞動部對於我們這些老闆們 然後能夠做什麼樣的幫助呢 就是他們現在有推廣一個叫做 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如果你的公司是在超過五個人 也就是四個人以上的第五個人 那你就可以就是每個月領到一萬兩千塊的補助 那這個費用是什麼費用呢 就是所謂你的工作崗就是信念費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在閒嘛 就是我從學校出來然後到我們公司 他什麼都不會我們公司要重新教他 所以這筆錢他就是政府去補助你 讓你的公司訓練他 也就是政府替你付這個費用跟薪水 那如果今天你的薪水讓他超過三萬塊以上呢 就是你還可以一路領到九個月 而對於年輕學子或是像我們這種 剛畢業的少年啊 還是說你正在學習當學徒的小朋友呢 其實你就可以參加一個叫做 產業新兼兵計畫 然後這個計畫他就是能夠去補助你 就是除了你的學生免費之外 那他最高能夠有八千塊的零用金 也就是說你每天在學習的時候 同時也有一些零用錢可以花費 然後呢你看旁邊這個就是一個宿舍 那如果今天你是住在外縣市的 那你都可以免費來住這個宿舍 所以各位YD的朋友們 歡迎來到我們中區 然後好好的去找尋人生的第二專長 精密機械骨 大家知道機械為工業之母 像我們台中的中部呢 其實在大杜山的三角下 也就是一種大型的機械跟精密機械的一種部落 而在早期呢其實在台灣的中部 就稱為大杜山王 也就是帕布拉族 在每一個農民8月2號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個主題 帕布拉族呢雖然有個國王 但他們基本上是一個母系社會 就像我們台灣的工業一樣 台灣的工業基本上都是大掃在撐腰啊 給大家打掃 好 從來到我們到這一股呢 就是你在這個裡面看到非常多的東西 像他們的小車床啊 然後或者是他們的精密機械螺紋啊 然後還是他們的CNC控制啊 然後甚至他們的模具製造啊 尤其在這種職訓局的地方 其實你要學的一個重點就是原理 你在懂原理之後 比你去重複的去背一些考試的考題 還是你去重複的去背一些編碼 它都會來得更重要 因為你要懂原理之後 然後在不管任何的機械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你才能夠去做修繕 或者去做從原理上面的製造 我想在這樣子的職訓中心裡面 他們最重要的除了從基礎開始教你之外 然後另外就是你要如何從基礎裡面 去發展到新的科技一套 繼續走吧 當大家走到經濟一場裡面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傳統的車床啊 然後傳統的洗床啊 上面都有附一些光學池 甚至你甚至看到後面那樣滿滿的機台 就是確保每一個學生跟每一個學員 他都能夠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台機器 然後能夠好好的運作跟好好的操作 到現在就是有CNC的電腦控制器 這樣的就是台東經濟的機態 你們真的會嗎 剛要教我 剛要教完嗎 剛要教什麼 你們是剛畢業還是 你是 還在大學 那你呢 我是已經出身位然後又回來 二度轉職的 那你是 剛畢業 那你們來這邊上課要錢嗎 二度 好爽喔 還有補助 29歲以下補助多少錢 一個月八千 一個月八千喔 我來補助好像不太划算 我來補助好像不太划算 沒有啊 你們好好上課不打到你們 謝謝謝謝你們 感謝 就浮渡了 我沒問題 那你收拾我們 我覺得很像以前 回到學校上課的時候 整個氣氛 在他們教室的左邊 這邊有一個機械師手臂 它是能夠讓你牽一些CNC 保麗龍 帶木的東西 所以在下面你們會看到 他那隻小犀牛 他上面很像 為什麼像是 地形等高線一樣 就是這樣一軌一軌一軌的 它並不是它刻不準的關係 而是因為 他們會要快速成型 然後讓他們的每一個 就是我們有X軸 Y軸跟力軸 然後讓他們的力軸 每次跑的路線 都跑的間隔比較大 所以它刻起來 就會比較像 一層一層的地形圖 那你如果把它刻到非常精準的 像 大愛夢跟那個 鋼鐵人的那樣子 那你只要把它調到 每一個位置 它的移動的角度非常小 這樣就可以了 好繼續看了 我發現我們這一天可能看不完 在機密機械的隔壁呢 就是我最喜歡的量測中心 你知道為什麼我最喜歡嗎 因為量測中心有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開冷氣 它為了要恆溫恆濕 因為金屬它只要有一點溫度的差異 那個熱當冷縮 在他們這種非常高規格的量測下面 它都是不容許的 大家可以看這邊有一些CNC的加工成品 旁邊有一個五軸切削加工的成品 為什麼五軸 就是它可以從不一樣的角度去滲入 然後看到下面 最近大家有沒有追Nephris的後裔器兵 超好看的 好我們趕快進去看吧 好痛 這個腰 今天來帶大家看一個名利等級的CNC 三次元雷射測量值 大家是不是想說它這樣子 在那邊測量滴滴滴 這樣下去到底有什麼好看好不好 測量不就是哪一個池呢 那邊量就好了 是不是貧窮限制你的想像 通常你只要看到這樣的牌子的機器 通常就是輕則百萬 重則千萬 當然還有更高的 為什麼要用到這麼精密的測量呢 因為我們曾經有拍過一集 像那個油順精密的車床 就是他們這種油壓棒 就是裡面的密度 它包含了壓力的原因 包含了精度的原因 然後甚至包含了兩個金屬尖膠在密合的原因 它的誤差值 絕對不是你的肉眼能夠去判斷出來的 甚至都一定要經過這種高精密的設備去測量 然後這台就是它的粗糙度測量 為什麼要測粗糙 就是金屬表面上面 你看起來都是平滑的 但是其實你用一個非常高倍速的顯微鏡去看它 其實有很多粗糙的面 那粗糙面它會影響到什麼呢 好比說一個機器上面的潤滑的油的殘留啊 或者是熱能跟纖維的魔號 這幾種它都是跟你的金屬粗糙面相關 其實台灣是一個做精密機械非常非常非常厲害的國家 所以在精密機械的課程裡面 你除了要學會就是車床 然後你要學會CNC 你要學會五軸加工之外 更重要一件事就是你要去學會怎麼樣測量 你做出來的東西它的精度高不高 它的精準度好不好 才能夠成為這個癱瘓No.1的一個非常棒的產品 好 Let's get out Check out 精密鑄造工廠 可惜今天沒有開還沒有開辦 所以大家想要看的就自己來報名了 好來到我們今天最後一站 叫做資訊服務股 資訊服務股它是幹嘛呢? 像所謂的網頁啊 雲端啊 設計啊 然後或者是一些軟體啊 你只有在電腦上操控的東西 你都可以在資訊服務股裡面去獲得你的資訊 那在這股股裡面最受歡迎的東西是什麼呢? 你有沒有聞到香香的味道? 大家看一下 資訊服務股裡面的烘焙教室 為什麼資訊服務股裡面需要有烘焙教室呢? 資訊服務股裡面的服務項目就是烘焙 烘焙也是一個就是大家都想要學 連我爸都想要學的一個課程 我們繼續帶大家偷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所有後面從烤箱到烹燈台 然後到螺絲面前的每個器材 然後他們到這邊都是能夠提供的 你可以來這邊上完課之後再決定自己要不要當烘焙王 為了不要打擾他們 我們不要在那邊混太久 好 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走了這個園區的一大阪 然後雖然沒有拍到每一個教室跟每一個科系 不過如果你喜歡我們拍這類的影片 希望得到一些更多就業或是學技術的影片知識的話 你都可以按喜歡 這類的影片只要超過一萬個喜歡 我們就會再繼續拍下去 最後其實我們政府有非常非常多的補助方案 然後有任何相關補助的問題 你都可以打這些電話 0800-77888 然後去得到更多的資訊跟諮詢 或者是呢 如果你想要找到更多的行業跟更多的工作呢 你都可以去台灣就業通的網站上面去查詢 那如果你有更多想要看的公司 或者是更多想要看的企業單位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直接超人生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不 欸對耶 他不穿衣服的耶 他其實蠻變態的 我們公司的服務電話跟地址在這邊 可以幫你定制雕塑或者是通箭 還是玻璃纖維都可以做好 嗨 可以抱對嗎 好 等一下再見囉 要求要求 不知道夢想家吧 怎麼啦 你就在那裡做什麼 怎麼啦 走啦 要想看路也走還是怎麼走